星期一傍晚,一名65歲的女星 在紐約市的Ruggerway海灘游泳士 被鯊魚咬傷大腿,受傷嚴重。 這名女子證明上未公佈 據城市公園部門的聲明, 鯊魚的咬傷使她的左邊大腿肉脫落 留下了幾寸闊、幾寸深的大傷口。 救生員將她藏在床水中拉出來進行急救 並在她的腿上綁上止血帶。 這名受害女星被送往附近的醫院, 警方表示她的狀況嚴重但穩定。 佛羅里達大學研究人員表示, 這次咬傷似乎是自1950年代以來 紐約水域最嚴重的鯊魚攻擊, 咬傷痕跡最符合幼年大白鯊的特徵。 Ruggerway海灘於星期二禁止游泳。 警方使用無人機在該區域上空盡落, 尋找鯊魚的蹤跡。 公園發言人表示, 雖然Ruggerway的鯊魚咬傷事件非常罕見, 但會保持警惕、監控海灘。 天后維持記者編輯報導。